刚刚郭可寅分享了为林文龙庆祝55岁生日的照片 并大赞丈夫永远都是最棒的 一家三口花了四个半小时吃法国餐 过着有钱又有闲的惬意生活 林文龙平时总喜欢穿皮衣 好在她没有发福 所以并不显得油腻 也没有土豪气 或许她凭日历不像郭可寅那样做保养 与伟文抢劲 但很显然眉毛是闻过的 男人也可以有暧昧之心 郭可寅穿着白色小香风外套 戴着帽子 点缀着珍珠耳环和吊坠 气质十分优雅 照片中的她还坐在丈夫的大腿上 在女儿面前甜秀恩爱 郭可寅手举高脚背 笑容温柔 不过这张照片还是能明显看出 郭可寅的双眼已经有了岁月的痕迹 全家福中女儿坐在爸爸的身边 挽着爸爸的手臂 父女俩真是越来越像 郭可寅则在身后 搭着老公和女儿的肩膀 在离婚率这么高的现在 这绝对算是模范家庭 活成了幸福模板 其实林文龙的生日是在12月19日 郭可寅给老公送上的是晚到的祝福 当时女儿早在七天前 就分享过给爸爸庆生的画面 母女俩都称林文龙是最好的爸爸 评价颇高 望着给女儿布置生日宴会的老公 看着女儿和老公戏笑欢乐的模样 郭可寅感慨万千 若不是当初那个多嘴多舌的经纪人多事 何来一家三口的其乐融融呢 今天对于别人来说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日子 但是对于郭可寅跟林文龙夫妇来说 这一天却意义非凡 因为这一天是两个人爱的结晶 Tani的生日 虽然现在因为疫情的原因 不能搞聚会庆祝 但是家里却依旧布置得华美绚丽 让女儿Tani开心不已 然而 这位富三代小千金不知道的是 这样的幸福时刻 却是父母之间相爱相杀换来的 上个世纪70年代的香港 塑胶大王郭达昌 凭借独到的商业眼光 站在时代的风口上 赚到亿万身价 由老公强大的经济后盾做依靠 郭太太非常放心地开启造人计划 接二连三的为郭是一族 担下三女一子 常听人讲 女孩不是因为可爱才美丽 而是因为美丽才可爱 但是一个既美丽又可爱的女孩 是不是更加惹人疼爱呢 答案是肯定的 因为郭家二千金郭可盈 比弟弟和妹妹还要受宠 这是富豪圈里人尽皆知的事情 被宠爱的人往往有耻无恐 郭家二千金刚刚读完高中 就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大感意外的事情 原本按照父母的安排 郭可盈应该去国外学工商管理 回国之后像姐妹兄弟一样 老老实实地继承一碗家业 但自小就恃宠而骄的郭家二小姐 一向不喜欢过按部就班的生活 那些诋毁附加千金 不懂人间疾苦的话 让郭可盈听得不厌其烦 谁说草根就不能逆袭人生 我抛弃这个身份 让那些躺平族们闭嘴 在这样的心理活动驱使下 郭可盈瞒着家里所有人 跑到一家保险公司应聘 因为只有高中学历 他只应聘到了普通业务员的工作 但是即便如此 凭借遗传自家族基因里的经商天赋 他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 凭借一己之力 就晋升为身家上百万的保险经纪人 不仅让父母刮目相看 也让那些纹固子弟望而心叹 更是让那些背后嘲笑他 是不学无数的附加千金之人 哑口无言 然而 这只是郭家二小姐完成自证的第一步 23岁那一年 他又做出了惊人之举 他跑去参加了港姐竞选 这一次 他要进入娱乐圈扬名立万 1993年的港姐竞选赛场 依旧是美女如云 原本凭借品貌无双的特质 呼声最高的郭克寅 却并未问鼎冠军 众所周知 港姐夺冠的背后 都有着不可言说的秘密 不懂这里面的水深水浅 没有家人的支持 结果可想而知 郭克寅连三甲都没进去 连在场看热闹的梅艳芳都忍不住替他愤愤不平 正因为梅姑的仗义直言 也让两人的友谊在那时起 就落地生根 惺惺相惜 谁能想到 即使搞得灰头土脸 两手空空 但是他却心平气和地祝福冠军得主李嘉欣及其他港姐 恭喜他们实至名归 原本是以富家千金身份参加的比赛 就已经让人大跌眼镜了 但是落败之后还能这样笑看得失 不卑不亢 更加让人钦佩不已 或许这份淡定与从容 都是曾经跑保险业务时历练出来的 因为被拒绝而否定的精力多了 心智反而越发坚韧不拔 跟富家少爷进娱乐圈 拈花惹草的目的不同 富家千金进娱乐圈搞事业的 如同凤毛麟角 本身就是一件稀罕事 正因如此 郭克寅虽然未能获奖 但是他却成为那些年的港鱼圈中 最幸运的女孩 因为主动找他拍戏的导演和制片人 真的不少 叛逆的女孩挑起戏约和角色来 也是丝毫不含糊的 扮演的角色也是各剧特色 在古装剧和现代剧里 自由切换来去自如 《恨索金瓶》里的李平尔 《刑事真集档案》里的高杰 《创世纪》里的曾隐心 和第二部《天地有情》里的高美娜 《酒店风云》里的顾碧琪 有才有貌 有事业的白富美 身边从来不缺少追求者 但是 谁能想到在一大堆高富帅当中 郭可颖偏偏选中了 当时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小演员林文龙呢 那是发生在1995年 公主与凤凰男的恋爱故事 回忆两人在万里传情剧组 初次见面之时 她在化妆间化妆 从镜子中看到 推门而入的一个男演员 起初并未在意 因为她长得其貌不扬 没有啥特别之处 没想到一起拍戏之后 相处日久 却渐身好感 感情逐渐升温 居然到了难舍难分的地步 追忆往事 林文龙还记得剧组熬夜拍戏的那个夜晚 人困马乏之际 连七尺男儿都挺不住了 这个别人眼中的郭家二千斤 居然依旧精气充沛 当时因为工作人员失误 不小心把拍了三个小时的胶片洗掉了 林文龙忍不住发脾气 看着他怒法冲冠的模样 郭可颖走到他身边 递给他一杯热茶 声音柔柔地安慰他 别生气了 我陪你拍完这部戏就好了 2003年12月30日 对于郭可颖来说 是一个伤心难过的日子 那一天是好友梅艳芳去世的日子 他还记得梅姑在最后一场演唱会上 身穿一袭白色婚纱的样子 他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 全部嫁给了舞台 望着梅姑笑中含泪的遗憾 那一刻 郭可颖终于意识到 女人做得好 不如嫁得好 婚姻才是女人最后的归宿 2004年3月10日 富家千金郭可颖 下架平民演员林文龙的大新闻 占据了当年港鱼圈的头条版面 从出道再到结婚 郭可颖除了林文龙之外 没有跟别的男演员传过绯闻 彼时的他 弱水三千 只取一瓢瓶 林文龙不费吹灰之力 战胜了无数的高富帅 坐收白富美的垂青 却也因为这个豪门坠婿的身份 让他轻视了郭可颖的叛逆与傲娇 为两人之后的婚姻 埋下了危机四伏的祸根 围城里的生活 没有恋爱中的事情化矣 只有琐碎的一地鸡毛 他们的婚姻也没能免缩 2009年 经纪人汪子齐爆料的录音带事件 将夫妻二人围城里的龌龙不堪 全部展露在世人面前 林文龙作为一个豪门坠婿 却依然能够自力更生 拍戏赚钱的资历人设 彻底塌方了 不动珍惜如花美眷 在外面念花惹草的渣男形象 就这样成功地树立在世人面前 然而 在一个不屑付加千金身份 跑去当保险业务员 还能赚得百万身家的 事业型女强人面前 林文龙的那五年婚姻生活 究竟过得如何 却没有任何人问一声 兄弟 自尊尚存否 女强男弱的婚姻可想而知 没离婚都算不错了 从郭丽颖的立场来看 既然老公敬酒不吃吃罚酒 那就别怪她礼尚往来了 既然她背叛自己 跑出去找结语花 补偿她那所谓的自尊心 那她也一样可以如法炮制 毕竟受伤的可不是她一个人 于是那些年 郭克营的绯闻也并不少 各种款型的小鲜肉 应有尽有 李克勤 马德忠 甚至是有夫之妇的张志玲 都容登她的绯闻男友榜 气得袁永怡面对媒体 询问此事的时候 气得直接黑脸 然而 正因为经纪人汪子齐的爆料 反而让夫妇二人的婚姻危机 出现了峰回路转的神来之笔 两人被世人嘲笑成 人前秀恩爱 人后各玩各的假面夫妻之后 反而让两个人都学会了禁私几过 夫妻二人痛定思痛之后 很快开启了婚姻保卫战战斗模式 首先 夫妻同心 其力断尽 将汪子齐以侵犯他人隐私为由 将其送进了监狱 吃上了香喷喷的牢饭 随后 造人计划成功 2010年1月14日 郭克营为林家延续香火 戴下一个六斤重的胖乎乎的小女婴 两人给女儿去名为林天若 寓意是天若有情天一老 情深不悔的意思 因为孩子长得太可爱 连好友陈慧玲都忍不住说 郭克营的女儿好可爱 真的好想让她做自己的儿媳妇 然而 富三代女儿的诞生 并没有阻止外界的满城风雨 关于郭林夫妇二人不合的言论 并未因此停止 不过 见招拆招的郭克营 并未因此退缩 只要是钱能摆平的事 那就都不是事 老公既然想要一个男人的尊严 也不是给不了 事业是男人的立身之本 所以没过多久 林文龙就坐到了 亚氏副总裁的位置上 经此一事 郭克营也意识到 娱乐圈是个是非之地 竞争无处不在 既然容不得秀恩爱 那就离开这个圈子吧 淡出娱乐圈之后 郭克营跟姐妹兄弟一样 开始接受郭氏家族庞大的声音 化身为商场精英的郭克营 终于找对了自己的位置 而林文龙的变化 也让所有人惊讶不已 她经常给老婆郭克营 买花送礼物 就像当年谈恋爱的初见时光 彼此都找到了初心的夫妻 在一家三口的全家福中 笑得很甜 虽然外界依旧在讽刺他们在作秀 但是 是不是真的苦尽甘来 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浪子回头金不换 两人的年龄 加在一起都一百来岁了吧 想必早已懂得了幸福的来之不易 所以别人说些什么 对于他们来说 早就不重要了吧 好 感谢您的观看